大家好,欢迎收看君云园艺 杜鹃开的花大而艳,养的人非常多 想要花量大,除了土壤经常需要酸化 以及足量的追肥外,这两件小事也少不得 做好了花量年年增多 一,花期之后严格修剪 群体花期过后千万不能疏于修剪 杜鹃萌发立强分枝多而密 花败后要及时剪去这些枝条 不仅枯病枝,土长枝不能留 过密和细弱的枝条也要剪去 使其整体通风透光 杜鹃花的叶片大多促生于枝顶 花败后抽生一段新芽,并长出一簇新叶 就会老叶随即脱落 所以对于保留的枝条不需要进行短剪 老叶脱落后的新枝到了下一个花期时 顶芽会进行花芽分化 成为下一茶花的花枝 将这段枝条剪去 反而会影响下一茶的花量 二,即时抹去不定牙 以及每个枝头只留一个垒 杜鹃萌发力强 在生长过程中 净干和枝条经常萌发不定牙 这些不定牙不仅分走养分 还会扰乱猪形 所以即时将其抹去 而且杜鹃的花形较大 所需养分多 所以先垒后 每花枝只需保留一个花垒 保证花大色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